大家知道过去这些年 美国在全世界拼命地推动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市场原教制主义 一个叫做民主原教制主义 可能是在全世界忽悠人忽悠的太多了 结果确实把美国自己忽悠进去 你看这个市场原教制主义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 结果是美国老百姓的财富拒减 说不定根据不同的估计 大概减到了五分之一 今天还没有真正恢复过来 民主原教制也一样 我觉得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问题 从我们这次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比方说四年前八年前 我看奥巴马演讲的时候 尽管我知道他是政客 他讲话有很大的煽动性 但你确实感到他有某种气势 今天你看特朗普和希腊里的辩论 你可以感受到气势不在了 我觉得是这个制度出了很多的问题 这是我想起了五年半前 我和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 在上海有过一场辩论 我当时就说的 我说以我自己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 你这个制度的改革的迫切性 恐怕比中国政治制度的迫切还要强 你这个制度的设计 严格讲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 你当时只有13个州 几百万人的这个小的规模 到今天21世纪 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二呢 你这个制度中间资本的力量太大 现在是连这个竞选的捐款 上限都没有 这个资本力量过大 打着大量的问题 第三呢 真正的人才感觉没有了 所以我说你老是选中二流 乃至三流的领导 第四我叫做合法化的腐败 这个太严重了 所以这次你看选举中 暴露出来大量的问题 包括希腊里邮件 这样的事件 我曾经这样说过 我说这些邮件 几万封邮件 如果让我们中纪委来审查一下 那恐怕有二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恐怕就可以定案要抓起来 鉴于这种状况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 事实上在我们国内 还有不少人 非常崇拜美国的政治制度 甚至有人觉得应该 拆了故宫建白宫 我们觉得中国绝集到 今天这么地步之后 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看一看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 到底怎么运作 它这个民主制度 长处在哪里 短处在哪里 它的前途如何 我们想把这个制度 方方面面都进行一个剖析 那么现在我们做了 一系列短的视频 来分享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 把美国政治制度方方面面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它的长处 它的短处 它的不足 它的未来等等 那么希望大家对美国制度 有一个更为客观的 理性的了解和认识 你问我美国民主不民主 有选举没选择 这叫民主 金钱肆无忌惮地影响政治 这叫言论自由 有了小票 政府就会对我负责吗 白宫一个响指 媒体就上传一下 美国大选 就是一场真人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